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生断交 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大 您没什么评论 我的评论是 学生是稍微过狠了一点 不过老师做的 我个人还比较支持老师 但是他可能也没想到 这个事闹得比较大 但是这个学生 这个评论稍微有点太狂妄了 那如果是你的学生 骂你的同僚 你会怎么办 我的学生可以骂我 骂我的同僚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闭嘴 这就是人大教授的风采 他不光是人大 还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 而且是智库高级研究员 人家是在芝加哥大学拿经济博士 牛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这些不说 他第一个吸引我的地儿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用比较通俗的话 解答了我一个问题 就新京报问他 说在美国和欧洲 有2%以上的GDP的增速 就是很客观的增速了 但是在中国GDP增速降到7%附近 绝对数仍然还是很高 可是我们的感受就变得很差 说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讲一句话 他说 因为现在在这个发展模式里头 老百姓实际获得的 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底层劳动力 获得的经济增长的收益比较少 大部分收益被企业和公共部门拿走了 所以你只有维持一个很高的增长率 才能够保证 本来就拿小头的老百姓的收入 显出一点增长 你这个增长率一下来 马上老百姓就觉得苦了 所以我觉得您这讲的明白 主要是一个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 我们这个模式确实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是很不利的 所以才会出现像这种泛亚这样的事件 这就是要说说这个了 这个你听说我们这编导跟我讲说 你现在还不知道泛亚 你就有点太不时尚了 因为我是看朋友圈里不断的在转 然后闹了几个月了 对我也才知道闹了几个月 从而且遍布全国各地 从昆明上海最好玩的时候 看从上海的群众 把他从那个酒店给揪出来 扭送到派出所 咱们有照片 这个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 你听这是这个被套住的 被套住的这个22万人当中的一部分 对吧 到证监会门口聚集 然后你再看 他这个老板呢 叫善酒粮 对吧 善酒粮 你看这忽悠 他也有酒 删出九个善粮了 善酒粮被在上海 被摁住 然后你再看下边善酒粮 善酒粮被弄成这样 把他们扭送派出所 应该有一个对比 你看他就是没出事之前 那衣着光鲜的 意气风发的 出现在各种什么经济论坛 你应该搞个对比 惊喜对比 这个更有意思 骗子的前生惊世 难怪这帮人给疾疯了 说在全国涉及到20多个省 22万人 430个一 我的天哪 他怎么能圈赚个钱的 因为他这个相当于 这个善酒粮这个模式呢 基本上是一种比较高水平的 这个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就是说 他给你许诺一个很高的这个收益 而且告诉你没有风险 你投进来 你投进来以后呢 我就来帮你 这个无论是通过投资 他这个地方是主要是投资一些稀有的金属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可能是告诉你 我做些股票投资 但实际上他们这个投资呢 风险很大 比如说美国这个麦道夫 是吧 这个这个他是号称给人做股票投资 但可能很多 这个然后给你付一个很高的这个这个利息 而且告诉你没有任何风险 你可以随时提现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有很多人如果没有投资渠道 他又觉得这个比较高大上 觉得比较可靠 那他就投 投了以后呢 他其实很多时候呢 如果维持不下去 他用后面新进来的钱来补前面的这些人的利息 所以这样的话呢 让这些人不断去发展这个下线 跟这个传销的模式是有点相似 但是您这门口还有点高 我现在从头问起 比如说这个他在昆明吧 成立的这么一个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 关于交易所这种词 我听到的 比如说中国有股票证券交易所 有期货交易所 他这个私人的一个老板 这个交易所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交易所他不是一个国家级的交易所 但是呢 他是一个地方 应该是经过地方政府审批的一个交易所 他实际上是一个公司 但是他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获得国家级的授权 我的理解 他是一个地方级的交易所 后面应该有地方政府的一些背书 他还找了很多中央的一些机关 给他做课题呀 或者包括跟统计局做一些编织 一些什么有色金属指数 总之玩了一些东西 让大家觉得好像还可以 其实政府部门到底卷容多深 这个事情就很难说 我感觉好像实际上是没有太卷容太深 然后这个交易所 他主要是收购一些稀有的小品种的金属 这个金属呢 整个产量不大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囤积起来 囤积起来的话 这个金属就可能可以把它炒上去 这是稀有金属 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 你要能把它囤积起来 就把它炒上去 就构成了大家愿意说 我们炒这个金属能挣钱 那咱们就过来参与炒 他的意思就等于是在网上那种做广告 就是说你们给我钱 我们用这个钱去买这个稀有的这个金属 比如说一种叫什么阴的一种 什么东西 这个金属就囤积 居起了 对对 金属就值钱了 值钱了 你们就给我一些 而且他是 他是承诺保本保息 他保本 而且每年大概百分之十四十三到十四的利息 所以我看你像有的人三千万 有有有就就就就 投 但是突然发现 钱 而且他还说随时可以把钱拿出来 对 所以这个资金链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 就是人们发现 我要拿出来 拿不出来了 告诉他就是说 你要金属吗 可以给你一堆金属 所以这事就就就炸了 对 当然这个也跟这个整个金属的这个这些 因为他这几年通过这样囤积以后 这个金属价格炒得很高 他这个有色金属交易所的金属的价格 一般比外面的市场价呢 要高个百分之三十 所以但是最后假定全球经济一个不行的话呢 这个金属价格 外面的金属价格会跌得更厉害 所以也会影响他这个里面垄断控制 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有色金属全部控制掉 他还找了 而且这个价格一高 很多生产厂家 他又会去增加生产 然后呢 这个增加生产以后呢 又增加了供应 这个最后价格也会下来 所以看这种庞氏片局 有时候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可以玩起来 如果经济一旦出问题 这个片局很容易被戳穿了 我的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的 就是老百姓其实也都知道这种什么拆东墙补西墙 然后大家都说像击鼓传花一样 你只要鼓声它不停下来 你这个就永远传下去 我的一份就说 你比如说看这个等到出事之后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庞氏骗局 但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总是不断的在去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屡见不鲜了 这几年前什么万里大造林 又是什么 总是很多人什么血本无归 无因的这种案 而且我更对这个老板感兴趣 这个叫善就亮 后来我就看他这 刚才那个很狼狈 但是我就说几年前 你看他的那个样子 后来我看他是山西人 然后以前还跟什么 以前还跟当地领导一起要开发乔家大院 我还看了一些他的资料 因为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说是因为在那个开发过程中 可能也出现了什么 比如产权的问题 或什么问题 然后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又到上海 当然我说的不准确了 在上海又搞了一个什么交易 好像跟煤炭有关系的 后来那个大盖的夜市 也是搞了一个烂摊子 说现在也没有人 但是现在网站上还能看到他的 好像当时他的合伙人给抓起来了 后来在上海搞的那 但那摊子现在还在 据说那个网站上一打开 还有他这个泛亚 然后呢我就看了他投资的各项业务 在北京还有一个什么理财 然后突然想起我有时候做出租车 那个交通广播还是什么广播 还经常做那个广告 什么泛荣网 什么理财 还在这 我就想这个 你说他这个铺的多广啊 对 呃 其实这个里面就所谓的叫 庞氏骗局啊 这个是是个意大利人 他呢 以前在大概 19 就是上个世纪初 他从意大利跑到美国 他就到处搞各种诈骗 加拿大各种搞诈骗 最后呢 这个还坐过牢 但是他最后到1919年到美国去 波士顿去 这个高息息储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用这个 给你储的这个钱 可以去买欧洲的某种债券 啊 邮政债券 然后呢 最后还可以赚钱 因为是欧洲的大家也搞不清楚 啊 然后他又给 给人家许诺高息 他用后面积来的钱 给前面的人复息 然后呢 自己又把自己表 把自己过去的这个事情都掩埋掉 是吧 然后再重新玩了个骗局 最后 1920年 他这个这个骗局就被戳穿 这个事情以后 全世界这个各种庞氏骗局 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啊 那中国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比如说无音的这种非法集资案 他其实做投资是很糟糕 甚至有时候没有做投资 对啊 这个范亚呢 玩的还比较高明 那还用这个金属啊 包括这个什么期货啊 这些东西 弄来弄去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是 人性呢 它是有贪婪的东西 对吧 就是大家都相信啊 有很厉害的人 能够给你 这个呃 没有风险 固定的这个收益 对吧 这个然后再加上 他们又到处去宣传 然后找了各种机构 还跟各种啊 这个媒体一起去宣传 再加上一些政府的背出 人家就以为可信 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在于 可能跟我们中国老百姓 投资渠道啊 这个有限有关系 要不然怎么大家都还去 炒股票呢 不都亏了吗 这他好像还有点忽悠什么呢 那感觉啊 呃 至少是造出这么一个暗示 就是说他是为国家什么 战略储备 稀有金属 感觉有点这个背景 对 你觉得善九良是个什么人呢 呃 是个商人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骗子 因为这个游戏是 很难 这个这个国家收处 完全是 我就是说 等于说他要玩成了啊 那就不算骗局 没玩成 玩玩玩玩现了 就是骗局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他靠垄断一些稀有金属 然后把它价格炒得比 外面的市场高很多 这个游戏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啊 这从头到尾 就是说 你不可能垄断所有的这个 这个稀有金属 而且就是说 你把它价格抬得非常高 这个完全是一个 这个呃 这个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就是他不可持续的 对 那要是这样的话 他当地政府 为什么给他成立这么一个交易所呢 呃 那有的人说 他给当地政府交了很多税吧 这个咱们就去广告吧 三人行广告 最后见 咱们 所以我就不懂这个了 如果是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 而且是别人玩的都玩了多少回的骗局 那怎么可能你在这个公共空间里 大行其道广为宣传 甚至吸引了430亿22万人的投资 没人发现吗 没人管吗 其实就这就说明我们这个金融监管 还不是非常完善 其实你看今年年初 今年还是去年 河南几百家担保公司也都破产 然后担保公司跑路 他干什么 他也是高息吸储 吸储完了以后 他把这个钱去做小额信贷 给一些高风险的 做一些那些 比如甚至可能炒股票 或者是做点什么 可能收不回来钱的人 但那些人说我可以给你付高息 结果这些人一亏了以后 他一跑 担保公司老板也跑了 所以这种没有监管的金融 如果金融这个监管的不是很到位的话 确实是有危险 那你在美国金融监管 还是比较完善 跟麦道夫 当然他是发展自己的朋友和这个圈子 内部搞 人家把投资给他 这有时候监管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麦道夫在美国他也玩成了 玩了几千 上千亿美元 中国这个方面的监管 我想就更需要加强 哎呦 你觉得对这事有什么感触 我就是那个很本能的疑问 我就说事出了之后 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骗局 但为什么 就是他是用什么新的手段再去包装 然后我是觉得 大家都会说这个老百姓贪婪什么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老百姓的角度 比如说我是一个投资者 我是觉得 他这上面说有第三方监管 然后呢 又有各种的手续 都是全的 那我当然相信他了 我愿意把钱给他 那你说 比如对我来说 我有什么投资渠道 股市股市不行 那那么这个又有那么好的保障 又有 又有 又有一个他所 第三方监管 因为他不都说有一个担保的一个地方吗 所以后来又说这个第三方监管 也形同虚设 那就是说 我是觉得 他那个叫第三方存管 放到什么银行里面 对对对 但是最后实际证明呢 他都是瞎吹的 他实际上那个钱 直接到他公司里面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这个 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 他还专门 他比这个 他比我们的政府要厉害多了 他还可以做这个舆情监管 他搞了一堆人来到处到他这个群里面 看哪些人抱怨 他们采取措施 分析状况 然后房记者呀 他们同时也跟一些媒体合作来帮他 吹嘘 另外有人要揭露他的媒体呢 他会想办法再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这又讲到这个人了 我看了一些 因为他的太太也是人大的 这个校友 太太是人大新闻系的 有什么同行 然后找了这么个太太 负责渔情建 是副总经理好像 对对 副总裁 这还是我们湖南老乡 什么德 常德 您相信 刘少奇的故乡 我的老家 您说说 是吧 是人大学新闻的 所以这要学有所长 人家搞渔情去了 给公司搞渔情控制去了 假如任何维权的群体里面 这个QQ群 如果有抱怨的 他们都会想办法来处理 任何报纸 如果有一些负面报道 或记者来报道 他们都会有一系列的手段 来整个控制这个舆论情报 所以 从这个议上来讲 我们这个新闻呢 还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新闻界 也需要再进一步的提高 是吧 这个 这个 又被操纵 对 尤其是人大新闻系 我现在纳闷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钱啊 这些人 现在都不干了嘛 那这个 这事怎么办呢 他赔不 杀了他也赔不了啊 那这事怎么处理啊 他现在采取一些方法 说我在跟你 缓期待执行 我在采取一些 什么信托计划 帮你捞回来一点 但是大部分 但是我估计呢 你也很难捞回来 他肯定最后 现在相当于 他可能已经被限制离境了 然后你再想办法 再通过其他的市场 这个再去赚点钱 但这个也很难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最后呢 可能很多人呢 就得认点倒霉 就说这个庞氏骗局 你比如在这个国际上 也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你最后被骗了的 没有人陪你吧 对 这个像麦道夫这个事件呢 就是他是这样的 有的人开始 一直投了很多年 他最后他同意呢 他也赚了钱 因为他是在前面一波的 后面进来就亏了 那前面那个赚了最多钱的人呢 他最后呢 破于压力 他把前面的利息呢 反回去一些 然后给那些人都补一点 我觉得我们最后呢 也采取 也得采取一个这样的措施 就是说如果前面赚了钱的人 那当然这个技术上很难操作 对啊 很难操作 人家赚了 人家在跟 对 而且麦道夫他的情况是这样 是说他儿子 他跟他儿子说 我就不喜欢他 儿子去举报 两个儿子去检举他 就人家那个 他儿子说你这么做 太太不对了 咱们中国这个没有 不到事闹到 很厉害的地步 这个最后这些 都去冲击证监会了 大概估计 还可以再遮一遮 你 对 当然你说 冲击证监会 或者说是 政府部门的监管 可以检讨 但是我觉得 他这这事 在法律上讲 是不是属于你这个投资者 你反正是自愿 掏的钱 那也得付一下责任 但是他显然是被诈骗了 就是说这些投资者 肯定被诈骗了 因为他肯定用了一些 虚假宣传 和这个不实的口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 主要责任是在公司 但是他可能 负不起这个责任 对啊 就是这种经济诈骗的话 这个怎么办呢 最后我不知道 这个法律上该怎么裁决 好像也不是国家陪你 对不对 你看他不是群众 去冲到宾馆 你看这新闻就很有意思 从那个什么 还五星级的一个大宾馆 那个给抓出来了 你看刚才你很狼狈 扭送到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说也 好像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又放了 就是这个善酒粮 你以为就会给他抓 而且当场宣布当场 那个怎么样 也没怎么样 所以你说这后面 但是你知道 陶教授我的一个疑问 就是今年就特别明显 就是各种 包括那个电梯小广告 各种担保 各种理财 而且许诺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利率都很高 我一般我就在想 你说他靠什么赚钱呢 咱们通常会想 他总的比如说 我投你钱吧 你的赚会更到 20%的 比如说一个回报率 然后你再把这个 返回给你这个投资者 但现在很明显 没有那么多的利润 但是他们 这种担保公司 这种又铺天盖地的 那么这些都是 没有监管的吗 这些是不是也是 这里头有很多诈骗啊 那这谁来去负这些责任 就是说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这个经济下滑 所以很多人呢 他欠银行的债 他或者是欠别人的债 他需要还 他需要还 他现在呢 他认为 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 我先借个高息 我等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还回来 我借的时间可能不长 所以呢 就有很多资金的需求 那有些人呢 那些机构呢 就去找那些老百姓 就他来对应 这些资金的需求 但是这个 这种能借这种高息付钱的人 一般都是风险很高的人 而且风险越高的人呢 他越愿意付高息 反正最后不行了 我就走了 我要钱 没有要命一条 所以这样的情况 在这种金融 经济下滑的过程中 其实反而出现的 这个概率会更高 但是很明显 如果这个 除非发生奇迹 这些钱大概基本上 最后都会惩罚掉 那就骗了就白骗吧 实际上 那就骗了就白骗了 所以这还是你最后这个投资者 要不说你自己 但是我们怎么识别 现在这种银行的这些文字 我都看不懂 你这个 条款又特别多 密密麻麻 你都最后签了一下 但是我知道一点 你比如香港那个银行 他就比如说你买保本基金 他保本就是保本的 你像我这个傻子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交易所 我就认为 要是我进了个有色金属交易所 那么我认为 他的经理跟我说的话 就跟香港汇丰银行的经理 跟我说的话 有同样的可信度 我觉得好像都是个 这个机构 然后你要说你买这个保本 那就一定是保本的 那我怎么知道 他是骗子呢 那就要看一看 就说其实在中国 这个很好的交易所 那就是这个深圳上海 股票交易所 你进去以后 他不承诺你保本 是吧 你找股票你亏了就亏了 大部分都亏了 这些地方的 就是说有很多 像现在我们中国 有很多交易所 很多地方政府 办了这种交易所 那本质上 可能有一点政府的支持 他很多 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 他告诉你他的交易所 但是他找一些政府的背书 这个背书 其实也不是那么明确 大家谁去查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是应该 好好的清理一下 那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 说老百姓 毕竟有不立正信息 然后政府就应该负这个责任 把这些可能危害金融安全 这个实际上 最后不是金融安全 危害整个社会 稳定的这种 这种东西 要慢慢要清理一下 我真是对政府 有一个建议 我就是 我在 我最近 我痛切的感觉到 就是说我们打击的重点 是过去 就是说叫 吃喝嫖赌抽 可是我觉得 更应该打击的重点 那是坑蒙拐骗偷 这是跟咱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现在觉得 咱们这个土地上 咱们到处都是坑蒙拐骗 就简直就是 防不胜防 那那电影都偷票房 你说这是要打击 磕蒙拐骗偷 是吧 千千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静有个什么话 没有 刚才闲聊的时候 我就想起上次 跟那个马卫都老师一起 是讲到文物吗 买卖 我忘了 他就说很经典 叫每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 就讲到上银行 我们也去过 那那个文字签的 而且你比如说 我去银行 就突然有一个 他写着什么 服务经理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你要买理财 你买这个吧 这个很保险 然后呢 你就签了 钱也给了 你看 我看最近又是 是什么银行 民生银行 太原 分行 然后也是一个人 骗了很多钱 卷了很多钱 也是几十亿 跑了 然后银行说 不关我们事 你们签的钱 实际上都被他个人 给拿走了 但你说对我来说 我到了你这个银行 我签了 我就默认为 就是你是代表 银行跟我签的 怎么又说 我签成你个人了呢 所以那个 就是最近的 这个民生银行 叫太原储蓄 叫分行了一个 一个经理 一个女的 好像二十多个亿 那你说你遇到这 你能怨我们吗 我觉得 你说让我们 去承担这么多的风险 我怎么可能 是一个经济专家 而且他肯定是 在民生银行的 里面的工作场所 把人家引导过去 来做这个 把钱存在 我们现在很多理财产品 就是未到银行里面去 你存到定期 存款利息也不高 大家都想 稍微高一点 那如果他装成一个 好像是我们在 这个业务 实际上他可能是 在个人搞诈骗行为 但我觉得到这个 场所里面 这个银行 你多少有点 负典责任 是吧 这个事情最后 说不清楚 但是你说这个 到处都是骗子 但为什么像 善酒粮 他就能骗得 这么牛呢 我觉得可能跟他 这个 就是媒体的 这个公关能力 包括跟一些政府机关 打交道的能力 肯定是有关的 还是太太 太太的 运行操纵 人民大学 搞媒体的很重要 我觉得你们 搞经济的 就得跟我们结合一下 对吧 我们帮你操纵 对对 就是说他这招 他是不是有 有特别巧妙的地方 当然有巧妙的地方 他实际上 跟这个有色金属的 生产商 这个勾结的非常紧 把这个有色金属的 这个就是说 供应员控制住 控制住以后呢 然后再引入 社会大批资金 把价格往高里炒 而且必须得 一直持续高 直到最后 高不下去了 才再出帅 但他能够控制住 这个供应的 这个量 然后他之所以说 他为国首属 他就是说 你看我国家 这个收处 我自有国家战略任务的 所以你们放心 这个东西一定能上 这些这些实际上 都是他的一些 攻关和诈骗的技巧 你看你要叫 我这想 好像这也是这么个理 稀有金属 假如说把全世界的 稀有金属都囤积 我们家后院 那是一直建杖 对 他有什么不对 对他他现在是这样 他们但是一旦 一直建杖以后 外面的厂商就会生产 所以现在你刚说 那个因呢 还是什么者 而如果他想囤积这个量啊 最后那个如果放出去 是吧 可能够世界 十年二十年都用不完 所以他如果放出去 那个市场马上就崩了 所以所以 这个这个游戏实际上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骗局 那么就是 善酒粮自个儿也知道 最终是这么 会崩了的吗 对 他可能以为他在 呃 崩之前 或者是那些参与投资人 崩之前 他能够 这个出逃 我们炒股票的人 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这个到底之前我能跑 大家都认为 都有这个想法 他你说他是有意行骗 还是说 他这没玩好 玩断了 这个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 肯定是有有 如果稍微懂一点 这个正常的 经济金融知识的人 知道就是 是个骗局 所以我觉得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但是肯定没想到 断了这么快 也不算太快 搞了四年了 搞十年了 四年 四年 总说的